中方已经多次阐述了有关中英联合声明的立场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也根本不存在所谓承诺 英方一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 只会再次暴露他们阴暗过时的殖民主义心态 和打着人权旗号抹黑香港形象的险恶意图 英方应该正视香港已回归祖国25年的现实 客观公正看待香港发展 尊重中国主权和统一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不要再给中英关系制造麻烦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庆典日 特别西方国家在这一属于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喜庆时刻跳出来 对一国两制在港实践 说三道四 对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这些国家动辄把民主人权挂在嘴边 却对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和斑斑劣迹视而不见 他们没有资格对一个繁荣稳定和团结奋进的香港说三道四 我们要证告这些国家 任何对一国两制成功事件的抹黑都是徒劳的 任何对中国内政的插手干预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外部势力都阻挡不了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前进步伐 病毒共存的话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汪汪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适合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